以下是天下簡報 據華盛頓美聯社報導 拜登是今日和嬰兒配方奶粉製造商 By Heart, Bob's Australia, Rickett, Peril Cole 以及Jerber領導人舉行原卓會議 當中未有包括瓦培營養公司 該公司在密歇根州 因為工廠安全問題在2月關閉 而引發了全國性嬰兒配方奶粉短缺 今次會議預計將會提供有關政府 稱之為非行配方行動的最新情況 該行動只在從海外進口配方奶粉去到美國 並且利用國防生產法 加快國內生產 來緩解任何生產瓶頸壓力 星期二 美國人口普查局向全美國各地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 發出4萬份通知 表示如果美國各地的政府 認為在2020年人口普查之中的數據不正確 他們可以由下星期開始 至到2023年6月 要求審查管合範圍內的非普通住戶人口數量 包括監獄、學生宿舍以及療養院的數量 因為大流行阻礙了人口普查局 獲取有關這類居民信息的能力 而且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中 非普通住戶是最難統計的人群之一 亦都決定了每一個州獲得多少國會席位 以及每年如何分配15億美元的聯邦開支 據華盛頓美聯社報導 今天一名聯邦法官宣布 於1981年開槍行次列根總統的槍手 約翰恩克利獲無條件釋放 解除法院對他的限制 曾經因為患有精神病的恩克利 在法院系統中長達40年的旅程畫上句號 恩克利的長期律師巴里萊文說 這件案件始於一個造成巨大傷害 而陷入困境的年輕人 但最終他認為挽救了一條生命 二年67歲的恩克利從事音樂事業 並且在她的YouTube頻道上面畫 已經創辦了一間唱片公司 她的第一張專輯將會是一張 包含14首歌曲的音樂CD 今天是加州科學中心的新展館 蔡茂爾奧音航空航天中心正式破土動工 該展館以已故的企業家 探險家以及慈善家命名 佔地20萬平方英尺 將會成為已退役的航天飛機 粉進號的新家 計劃施工可能需要三年多的時間 而工程一旦完成 該展覽將會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高的垂直真實航天器展示 同時亦都會令到科學中心的教育展覽空間 增加將近一倍 包括三個多層的畫廊 主題包括空中、太空以及穿梭 目前開幕日期尚未公佈 自從上個星期三名當地青少年 幾乎死於過量服用芬太尼之後 洛杉基縣衛生局官員在這個星期 罕有這樣向父母發出關於芬太尼的警告 這些青少年由線上經銷商 購買到藍色圓形芬太尼藥片 被稱為遙投園 家長應該確保子女意識到服用任何非法藥物 都會帶來芬太尼中毒的高風險 緝讀署DEA的官員說 大約有25%的街頭毒品都含有芬太尼 芬太尼是美國有史以來面臨過最致命的毒品威脅